还有五角大厦 这个不但是布林肯去了 奥斯汀也去了 对不对 他也跟这个纳坦雅胡见面 那布林肯也见了面 开了记者会 然后冯德莱兰也去了 欧洲议会主席也去了 就跟那时候的基辅一样 开建的时候大家都去了 亮哥怎么看待 这些外交上的奔走 这个中东坦白讲跟各方 最没有利益瓜葛 没有恩怨的国家 而且够分量就是中国大陆 唯一的 中国大陆在这个通话的时候 也特别讲说我们在这里 没有自己的利益 这是事实 可是中国大陆基本上 触角是升到了伊朗跟沙特 他们三月才和解 那哪里知道 这个巴勒斯坦的总统 才刚去中国大陆 那接下来这边就出事 那坦白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天意 中国大陆本来是期待 纳坦雅胡六月去中国 那因为你知道美国在推 沙特跟以色列正常化 那以色列就总认为 他如果先跟沙特正常化 那他跟巴勒斯坦要来谈的时候 他底气会更强 所以他就先去美国 他八月去了美国 他六月没有去中国 那八月去了美国回来 你就造成 那美国后来不是讲出那个 说要搞那个印欧桥梁吗 那个把巴勒斯坦给吓坏了 因为那个的方案里面就假设 以色列就直接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 所以就直接从他那边 然后穿过 然后就直接到了整个沙特地区 穿越然后到印度 我打断量个一下下 因为我们收到最新的画面 大家看到就是在边境上 那个战车已经开始动作了 本来这战车已经集结好 我们看到现在已经这个往前开 同时好像有这个部分的 这个开火的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来自战场上 边境上的一个最新画面 这个是以色列的地面部队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以色列访问美国 然后跟沙特正常化 这个动作的加快 我认为吓坏了巴勒斯坦的激进派 那当然就是哈马斯 哈马斯就认为说 他如果不把这个囤感区这个议题 让国际社会都看到 还有做这个动作 让沙特不能再进一步搞 因为他们的理解就是 我们顺利派的老大不要我们 因为你要去搞跟以色列的利益 对这美国的动作 不过当初我们看到这个 中国大陆邀请这个巴勒斯坦 来这个国事访问 然后以色列年底要来 当然在想说 在沙伊之后呢 接下来可能就是 以巴的一个和解 所以如果说 没有哈马斯这个突袭 会不会以巴和解就成了呢 有可能吗 不会成 也不会成 因为沙特已经忘记这个小老弟了 我跟你讲 我觉得巴勒斯坦这些激进派 他是怎么认知的 因为他看到沙特已经半年多 没有再提巴勒斯坦议题了 那人家会怎么想 你就一天到晚就是想要 再重新回去得到美国的安全担保 那美国承诺给你核能 那不排除未来给你核武 然后你就跟以色列就勾搭上了 那可能未来就会正常化 甚至建交 那你们都是属于 整个顺利派的有钱国家 所以你看这次47个回教国家 就只有一个国家出来谴责哈马斯啊 那个国家叫阿联酋 阿联酋就是顺利派里面最有钱的国家 所以这个太明显了啦 你说这个哈马斯会看不懂怎么可能 所以哈马斯他就决心要弄一波大的 让你沙特不能再往前走 我觉得他这个也是在救自己啦 就是说你就不要我们巴勒斯坦这个 这个建国的方案 因为你不可能阿拉伯自己不去推 那要中国大陆去推嘛 这怎么可能呢 你阿拉伯国家自己要推啊 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在这里真的是算错了 算错了 他就认为说 我只要跟美国沙特弄好 那我到时候你中国大陆说 要进来谈两国方案 我的底气就更大 那他让步的空间就会变得非常小 因为你要知道 美国也是主张两国方案的 差异点在哪里 在领土的范围嘛 人家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都是 都要回到1967年 那等于是六日战争之前 那等于是以色列 你现在在约旦河西岸的屯垢区 这三十几万人你都要还人家 他怎么可能答应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首都嘛 你怎么可以承认耶路撒冷整个都是以色列的呢 所以美国在这里就是自己也犯的错嘛 然后拜登还不愿意改 所以我讲白了啦 这一局你用外交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 因为以色 我跟你讲 美国在联合国的否决权 有一半都是针对以色列行使的 只要对以色列不利 他就否决 所以你说安理会能够解决问题吗 除非是美国不否决啦 那如何让美国不否决 就是以色列已经闹到 连上帝都看不下去了啦 所以你美国要否决就 就损到你自己的利益啦 因为事实上历史证明啦 就是美国有时候会搞到 因为他 坦白讲他是被以色列倒过来控制嘛 对 他会搞到连欧洲国家都跟他站在对立面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是这样 现在有一点点开始 对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到那一步 而且事实上到了那一步 美国也没有放弃伊拉克战争啦 他照打 以色列也不可能放弃啊 然后伊拉克战争最后在伊拉克死了30万人 所以我跟你讲啊 因为已经有人估计了 所以以色列如果硬要打地面战争啊 进入加沙 以色列至少要死2万人 那以1比10的比例 这是过去的传统啊 那加沙至少要死20万人 你去想想这个多惨烈 而且我认为搞不好死不不止20万人 因为以目前他这种搞法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惨烈的局啊 那现在就是以色列的军事谁能制止嘛 这是一个嘛 那美国的否决权谁能制止嘛 就这两个嘛 不然这两个一个考住外交 一个考住军事啊 你就动弹不得嘛 就这样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死期 眼睁睁的看着 国安战争的时候美军死不到100个 那个伊拉克战争死了4600个 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 2003年代 2003年代是死了4600个 就各方都预期啦 就是朝一个上帝看不下去的一个 这个最坏的一个状况在发展啊 接下来就是个大屠杀 一个大悲剧 大家都知道 但是无能为力阻止 有能力阻止的人 当然不会这样做 美国已经被绑上了以色列的战车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